大家好 欢迎来的言论 我先跟大家道个歉 读书会的内容现在已经录完了 但是这两天我刚搬回福州 之前一直都忙着收拾行李打包家具 所以一直都没有来得及去做读书会的后期 以色列的事情最近又多 所以我就只能先紧着要紧的事情做 我这两天安顿好之后 会尽快把之前攒的读书会的内容上架 真的太对不起我的这些会员朋友们了 为了表示我的歉意 会员以后到福州可以联系我 我请大家吃饭 好了 咱们直接开始今天的主题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史蒂芬杜加里克表示 当地时间13日 以色列军方通知联合国 加沙北部地区的居民应在24小时之内撤离 美联社称 这有可能是以色列军队即将展开地面攻击前的信号 虽然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在未来几天里将继续在加沙城大力开展行动 并尽最大的努力避免伤害平民 但是这则最后通牒的意思依旧非常明了 那就是24小时之后 如果你还没有离开 那就只能是枪炮无眼 格安天命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这个以色列方面并没有设定一个24小时的最后期限 它的意思大概是说 24小时之后 在这个区域会发生什么 我就无法保证了 以色列国防军在这个区域抛洒了大量的传单 呼吁加沙城的平民 为了你们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请向南撤离 远离把你们当成人肉盾牌的哈马斯武装分子 这哪里是什么传单啊 分明就是死亡预告书 除此之外 以色列国防军还说 这次撤离是为了你们自身的安全 只有当另一则允许你们返回的公告发布之后 你们才能够返回加沙城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 真的还会有让巴勒斯坦人回家的公告吗 就算有 请问在一个连水泥进口都要被以色列管制的区域 巴勒斯坦人要如何重建被炸成废墟的家园呢 哈马斯在发动袭击的时候 难道没有想过会招来以色列的报复吗 他们当然想过 他们不光想过这个问题 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他们发动袭击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要让以色列报复 以色列报复的越狠越残暴越血腥 他们的行动就越成功 而那些无辜的平凡的老百姓 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以加沙地区现在人比车多车比油多的情况来看 别说24个小时了 哪怕给他们240个小时 都不可能撤走全部110万人 现在以色列要报复哈马斯 表面上看是让老百姓先跑 给了当地老百姓一条活路 但是您各位有没有想过 如果哈马斯也跟着平民老百姓一起跑了 要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显然以色列军方是考虑过的 所以以色列国防军说 现在让你们离开是为你们好 等我什么时候叫你们回来了 你们再回来 换言之 就是我不叫你们回来 你们就不可以回来 以前抢地盘还得巧立明目偷偷摸摸 这下好了 一张传单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对于哈马斯来说 那就更不能跑了 哈马斯存在的意义就是要收复失地 就是要建国 现在死了这么多人 不但没有收回土地 还要割出去差不多一半的加沙地带 如果哈马斯不在这个时候打一场硬仗 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于是哈马斯内政部就告知当地的居民 咱们哪都不去了 就留在原地 当然了 对于许多平民来说 他们真的哪都去不了 我今天不想聊对错 我只想聊人命 一旦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加沙北部对撞 那就是至少数十万人的死伤啊 有人把接下来的事情称为战争 我觉得这些朋友真的是太看得起哈马斯了 那应该被称为是一场发生在全球最大露天集中营当中的单方面屠杀 而且以色列真的想要放无辜的巴勒斯坦人一条生路吗 但至少我看到的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由于以色列和埃及实行严格的旅游限制 以及以色列国防军的封锁 加沙地区的居民根本无法离开这片区域 现在以色列政府做的只不过就是把集中营中的囚犯从集中营的北边赶去了南边 巴勒斯坦人想要离开加沙地区难如登天 为了铲除哈马斯武装人员 现在以色列根本就不会让任何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 能离开的只有那些持有外国护照的人 以色列甚至不惜对加沙与埃及接壤的拉法口岸进行了轰炸 除此之外 根据美联社14日的报道 以色列空军对加沙撤离车队也发动了一场空袭 造成了至少70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与此同时 以色列还切断了该地区的饮用水电力以及燃料供应 加沙地带的医疗系统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伤者就算是被送去了医院也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 不出任何意外的漂亮人这个时候又跳出来说了一些漂亮话 白房子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告诉华尔街日报 我们正在与埃及和以色列密切合作 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开辟一条安全通道 以便加沙那些想要离开的平民能够安全离开 这不是他们的错 他们没有造成悲剧 如果他们想要离开就应该允许他们离开 但这些漂亮话背后的真心话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想说的就是以色列是我亲儿子 这儿子我互定了 同样是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根据漂亮国和阿拉伯官员提供的消息 漂亮国和埃及之间的讨论 完全围绕着如何确保至今依旧滞留在加沙的 500至600名漂亮人的安全离开途径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原文 我一个字都没有改 说实话 我现在最逆为听到的就是漂亮人说的漂亮话 如果不是他们的纵容 巴以问题怎么会拖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如果不是他们首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巴以局势何至于会恶化的如此迅速 如果不是他们无底线的纵容 有关各方又哪来的狗胆包天 把几十万人就这样绑上自己的战车 几百万穆斯林被他的亲儿子关进了露天集中营他不去过问 这浪催的却一天到晚替中国的穆斯林操碎了心 真不愧是国际间第一大善人 言下如果不是欧洲已经跟俄罗斯陷入胶着 乌克兰已经被玩坏 怕是漂亮国都不会像现在这样热心肠的去劝和促谈 你以为漂亮国两支航母战斗群开过来只是为了震慑伊朗还有周边那些国家吗 恐怕并不是的 我登哥也得防着内塔尼亚乎这个不孝逆子师父啊 如果以色列接下来地面攻击太过分 影响到了漂亮国在中东的求稳政策 导致刚刚做完的咖喱之路的PPT的那个美好幻觉破灭 那就算是以色列也得跪在自由民主的法坛上 高唱三百遍星条齐勇不落 现在可以预见到的是 一旦以色列的军队开进加沙地区 对漂亮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将造成重伤 布林肯急吼吼的跑去见内塔尼亚乎 不是为了他口中那些漂亮的理由 真正刺激到漂亮国的是一通电话 根据伊朗官方通讯社和沙特官方通讯社的消息 在当地时间10月11日 伊朗总统莱希和本萨勒曼通了电话 讨论了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巴以冲突 这是中国促成中东大和解之后两国举行的首次通话 在45分钟的谈话中 他们强调伊斯兰世界团结的同时 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罪行和漂亮国的默许 是造成毁灭性不安全的原因 光是双方对这件事的定性 就足以让我登戈菊花一景 虎曲一震 因为这就意味着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引发更广泛中东冲突的那个土壤已经准备好了 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这场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 绝不可能变成当年的赎罪日战争 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会像当年一二三次中东战争那样 奢望能够彻底消灭以色列 咱们还是得基于事实回归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在上一期视频中也提到过 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哈马斯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起一场明显不占优势 而且势必会招来严重报复并葬送许多人民的战争呢 而且哈马斯发动袭击时所使用的那几千枚火箭弹 究竟是如何躲过以色列以及美西方国家情报网络 送入加沙地带的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谜 哈马斯只是台前的刀啊 而那个操刀的鬼想干什么 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 加沙地带的面积非常小 大概只有两个华盛顿特区那么大 而就在这么小的一块土地上 却生活着两百多万巴勒斯坦人 如果以色列军队就这么贸贸然进入加沙地带 那么等着他们的就是错综复杂的街道和地道 以及随时不知道会从哪里放出来的冷枪 内塔尼亚胡铁了心要打这一仗 一方面是为了平息以色列人的愤怒 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留一条活路 哈马斯此前的袭击事件 内塔尼亚胡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这一仗打得不漂亮 内塔尼亚胡轻则引就辞职 重则铃铛入狱 所以为了尽可能减少以色列士兵的伤亡 以色列军队绝不可能放弃装备优势 去和愤怒的巴勒斯坦人 以及哈马斯武装分子去打巷战 所以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将城市当中的主要区域移为平地 然后再派地面部队进入 到了那个时候 就会有大量来不及撤离的平民伤亡 反而是哈马斯并不一定会在第一波的攻击中 遭受多么重大的打击 他们肯定会躲嘛 保存有身力量嘛 跟你打巷战嘛 如果战争真的不幸开打 在初期以色列一定能够打出一波摧枯拉朽的攻势 但这场战争最后一定会变成 以色列版的伊拉克战争或者阿富汗战争 阿拉伯国家虽然在现阶段不会直接参战 但是这就跟今天的俄乌战争一样 虽然北约没有亲自下场 但俄罗斯其实就是在跟整个北约作战 内塔尼亚胡号称要消灭哈马斯 但凡有二两花生米都不至于合成这样 这个目标永远不可能实现 因为巴勒斯坦人人都可以是哈马斯 就算消灭了一个哈马斯 也会有新的更极端的势力出现 漂亮国浩浩荡荡十年反恐的结果 不就是恐怖分子越反越多吗 伊斯兰国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我认为真正在背后推动这场战争的人 为的就是将以色列拉入泥潭 进而将漂亮国牢牢定在中东 反观另一边 沙特和伊朗这两位伊斯兰世界的带头大哥 借由这场战争可以更好地团结整个伊斯兰世界 兄弟戏强公寓外辱的那个故事框架已经形成了 就在本周三 泽连斯基非常突然地出席了北约会议 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人内斗 以及人们的注意力被哈以战争所吸引 这势必会影响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 澳大利亚前陆军少将米克瑞安表示 鉴于漂亮国军事供应的不确定性 乌克兰不可避免地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战术和战略 外界担心的情况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现在漂亮国政府的资金 还仅仅只能维持一个多月的正常运转 麦卡锡被一招撩阴腿送走之后 众议院的议员老爷们现在还在无休止的争吵 虽然我登戈政府对中东和欧洲这两个战场都做了不少的承诺 但钱从哪里来现在成了个大麻烦 布伦特原油已经涨到了90美元以上 漂亮国9月份的通胀同比上涨了3.7% 高于预期 漂亮国继续举债支持两场战争 一定会进一步恶化政府的财政状况 通胀也会继续升高 之前漂亮国就是想要用汇率拉爆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咱们国家的某大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 而现在就有人想用战争来拉爆漂亮国的通胀 我认为这才是哈马斯发动袭击的真正用意 除此之外 他既粉碎了沙特与以色列之间和解的可能 又让伊斯兰世界变得更加团结 还让漂亮国不得不在乌克兰和以色列之间做出非常痛苦的选择 那个难受劲儿想想都觉得酸爽 但其实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再有平民死于这种国际地缘政治的博弈 前两天我看到有一对父子死于战火 一大一小就那么躺在果实待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孩子的缘故 我现在真的是看不得这种画面 恍惚之间啊 我甚至觉得就是我自己躺在里面 那种悲伤的感觉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 所以真的希望能够通过各方的努力 避免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出现吧 好了今天先聊这么多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的内容做的还凑合的话呢 麻烦您各位一定要帮我点个赞留个言 推荐给您的小伙伴订阅小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